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的节目 如果你喜欢请记得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我们接着来聊那个李光满的那篇文章所引起的一些讨论 每个人都感受到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 相当于是梳理了最近在娱乐圈尤其是娱乐圈 然后经济圈金融圈文化圈互联网发生的一些政府整治的一些行动 然后把这些串起来 作者认为这些整治活动其实是由高层发动的一场革命 这个文章出来之后首先是被各大官媒党媒转发 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在内所有的官媒网站 纷纷转发两报一看的社论一样 然后文章写的就是特别咬牙切齿 里面用了我们上期聊过就是用了一些很类似文革的语言 然后我估计听一些人听的是很胆战心惊的 所以我们理解他肯定是背后是经过高层的同意的或者是受益的 甚至于是高层是指使他们这么做的 也就是说这肯定是表达了那个上面的意思 至于最上面到什么程度应该是 因为现在我们知道习近平大权独揽嘛 最高是到习近平里面 也就是说引起这么大 被这么多网站转发 这么多党媒官媒转发 肯定是受到了习近平的同意 如果是习近平同意的 然后这个文章里面又有运用了一些那个 当年文革的一些语言的话 那就是不是代表着上面真的有这个意思 就是说让要让至少中国社会这些民众知道 他要发动一场革命 然后诡异的是那个人民日报旗下的 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9月2日 却通过他的微信公众号胡锡进观察发文 批驳李光满的文章 对形势做了不准确的描述 使用了一些夸张的语言 背离了国家的大政方针造成了误导 这个出来之后就一片哗然 就是我们知道胡锡进是谁对吧 胡锡进被称为叼盘侠嘛 一般都是一些脏活让他来干 一些脏话让他来说 而且我们知道这个胡锡进旗下这个环球时报 他是一个右派媒体 所以他是他一直在煽动这个民族主义 然后很激进的这种右派作风 李光满的这篇文章就是彻彻底底的左派 所以当然一个右派的媒体出来批驳 左派的这个文章是可以理解的 但问题是什么 无论在中国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媒体 都是党的媒体 对吧 说白了都是受党控制的 尤其在现在这种 尤其在现在言论尺度如此收紧的情况下 你发任何东西 尤其是你这些什么环球时报的总编 或者是这些党媒官媒转发东西 肯定都是非常非常谨慎的 如果没有上面的受益 是不可能那么轻易去做的 所以我们合理的理解就是 李光满的这篇文章 无论他是不是接受上面的指示写的 或者他写出来之后被上面看中了 然后通然后分分转发 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 也就是代表了上面的意思 胡锡进的环球时报是人民日报旗下的 所以他也是党的媒体 所以他也是上面的意思 现在很多人就来解释 为什么他这个会出现 突然左然后右右的 也出来突然出现一个极左的一个观点 然后右派的媒体又出来批驳 这样的事情发生 很多人理解就是说 这个胡锡进的角色有点特别 他就是很多时候充当着那种调节器的意思 比如说上面想用这篇文章来试一下 试一下这个风 或者试一下这个整个社会对这种 回到过去或左派的这种做法 是什么观感 如果发现不对头 然后就释放出来另外一方面的一面的消息 就是比如说右派的消息出来 然后来相当于是平衡一下 这样的话不会让民众觉得人形惶惶 就理官版的那篇文章出来之后 让很多人急被发凉 那我理解的上面的感觉 这样太左不好 或者是步子迈太大了 抛出一个右派的媒体 来平衡这个左派的观点 好的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胡锡进是怎么批驳的 我们知道胡锡进他代表的是右派媒体 我们这边看到的是 胡锡进他在他的微博上发的 9月2日发布的 他的名字是 宣扬中国正在发生深刻的革命 这是误判 然后我们来看 近日读了一篇文章 宣扬每个人都能感受到 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 我认为该文对形式做了不准确的描述 使用了一些夸张的语言 背离了国家的大政方针 造成了误导 你看他第一段 就基本上否定了这个李光满的这个文章 而且是用了很大的词 是背离了国家的大政方针 造成了误导 胡锡进嘴里的这个大政方针是什么 应该就是改革开放 或者发展经济的道路 也就是稍微偏右的道路 李光满那个文章里面宣扬的是什么 要走到过去那种 当敌一切 那个那个牛鬼蛇神的感觉 就是很左的路线 然后该文宣称 中国从经济领域 金融领域 文化领域到政治领域 都在发生一场深刻的变革 或者也可以说是一场深刻的革命 这是对近期国家出台 一系列市场监管措施的误读和曲解 这些监管的目的是规范市场 纠正防止资本隐瞒生长 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副作用 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 推进共同富裕 强化公平正义建设 所有这一切都是社会治理进一步 和上台阶的完善 最近他怎么解释 就是最近在所谓的经济金融文化 政治包括娱乐圈 类似于有点整风的这种运动 他把它理解是国家 是一种市场经济 是国家对这种市场经济行为的 这种监管行为 中国经常讲自我革命 但它的含义是自我鞭策 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而不是上述文章所说的 充满摧毁的运动式革命 十八大以来 中国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取得了一系列伟大成就 国家的综合实力有了新的飞跃 社会领域的各项建设 尤其深得民心 一些经济领域出现了垄断 以及畸形的发展 但这些问题能够通过国家的机制 发现并确认进行必要的及时调整 整个国家处于有序的运行中 政治上高度团结 应对挑战的动员力和资源 十分充裕 这使得我们能够强有力的 应对美国贸易战和全面战略打压 这样的极限挑战 能够在全世界率先控制住新冠疫情 这一让整个西方一筹莫展的 公共卫生灾难 共产党能够成功夺权 就是靠革命二字 革掉了统治者的命 然后他自己又当了统治者 如果你现在来提革命的话 那你革的是谁的命呢 谁现在是统治者呢 在这样的国家里需要搞运动式革命吗 革谁的命 变革乃至深刻的变革 一直在中国持续进行 改革开放不就是不断变革的过程吗 但是上述文中用一种特殊的西文口吻 描述中国正在发生的变革 仿佛这个国家要告别改革开放 以及十八大以来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 要形成某种秩序颠覆 真的要革命呢 这确实严重的误判和误导 也就是他还是在否定 那个文中所提到的这种革命 所以你看这些所谓改革开放的 这些既得利益者就害怕了 如果真是要革命 其实革的是谁 革的是这些既得利益者 在我们知道 我们中国文化就是表里不一 嘴上说的是一套 底下是另外一套 嘴上是法治国家 底下是人治国家 嘴上是社会主义 底下是资本主义 我们知道中国的这种资本主义 是什么资本主义 是叫权贵资本主义 然后这些权贵资本主义 你现在要革命的话 你革的是谁的名 不就是这些所谓改革开放的得益者吗 所谓这些邓小平口里 先负起来的人的命吗 当然胡锡进他自己也算在里边了 包括所有的那些既得利益者 党内的党外的都在里 我相信之前如果听到 李光满的这个文章 肯定几倍一阵发量 老胡在体制内 因工作原因接触到很多人 我无论在会议上 还是在私下场合 从没有听说过 中国正在出现上述文中 所描述的政治动向 我反复得到的信息就是 中国要继续发展 要不断以有力且稳健的方式 自我完善 该文宣扬中国正在进行变革 不仅要催枯拉朽 而且要刮骨疗伤 这种耸动的全局性宣誓 与中国实际政策严重脱离 属于少数人的狂想 老胡作为有一点经历的人 我很担心这样的语言 会勾起人们的某些历史记忆 引发一定范围的思想混乱和恐慌 我想他也是经历过文革的人 他说的是某些回忆 历史回忆是指什么 就是文革的回忆吗 在文革中我们说一遍 在文革中没有任何人是幸免的 只有毛主席 所以老胡今天写出此文 我希望所有人都相信 中国的改革开放路线不会变 两个毫不动摇不会变 十八大以来的重大方针政策 一定会得到坚持 凡是对国家监管措施的极端解读 大家都不要信 这个就是胡锡进批驳 这个李光板这篇文章的全文 主要是在批驳革命二字 因为这个革命这二字 让很多人听起来很不舒服 尤其是像胡锡进这样 有点精力的人 或者是他的脑袋里 还存在着某些历史记忆的人 听着革命这是敢占心惊的 对吧 这个我们现在就比较有意思了 就是说像我们刚才说的 胡锡进也是党的人 然后李光板当然更是 李光板写的这篇文章 被党媒官媒转发 当然也代表了上面的意思 那为什么就会出现这种 自相矛盾的东西呢 有些人就认为说是 李光板的那篇文章有点过火了 之所以上面受益让转发 第一篇 我们都知道习近平脑袋里是左还是右 肯定是经过上面同意的受益的 这发出去之后 引起了很多人的讨论 有国内包括海外的 很多人讨论 讨论之后 感觉这个步子卖太大了 我们知道有一句话 我们知道有一句话 比较不是很好听 就是步子卖大了容易吃着蛋 所以他现在用胡锡进 把这个步子稍微往回烧一手 有些人说那篇文章是加速度过火了 然后他奉命出来减减速 但是我们知道 他只是减速而已 这条列车还是在朝某个方向在开 而且越开越远 或者说是官方故意让这两个人 就是一个唱红脸 一个人一个唱黑脸 然后试探运动的边界 那还有人就是认为 这个明显的嘛 就是李光玛代表了左派 然后这个胡锡进是代表了右派 代表了高层不同的那个派系 互相倾压 我们知道这个 这个党媒应该是在习近平的控制之下的 当然他其他的媒体 因为他上面有权力 有权力斗争嘛 所以包括李克强里面 或者是主张这个经济改革的这一派 也会有他的媒体 代表了高层对这个东西的一个观点的矛盾 或者一个左派和一个右派 然后也有人说 这两个人都是在揣摩上面的意思 然后从不同角度去投机取巧 无论胡锡进出来 为什么会写这篇东西 包括为什么各种倒霉官媒 转发李光玛的这篇文章 能够说明的是什么 能够说明他这些文章里面提到的一些现实 中国的现实就是 官方不断针对资本家 所谓的资本家和娱乐明星进行打击 然后整个国家的权力是越来越集中 整个国家其实在朝一个左的方向再走 只不过是走得快慢的问题 就像我们刚才聊的 就是李光玛这篇文章 显然就是步子卖大了 扯到蛋了 然后蛋疼 但是这个方向应该是不会变的 只要上面的那个人的想法没有变化 或者上面那个人一直在上面 这条路我相信他是一直会走下去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好的 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 再见